第一题 以固定热源加热某固态物质 其温度与所加热量的关系如图 在哪个区域时可以观察到固态预态共存的现象 这个是个融化曲线图 那我们晓得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固态 然后呢 加热到融点之后呢 开始有固态共存 全部融化之后呢 会变成所谓的液态 然后呢 会有液气共存 最后呢 会变成所谓的气态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段过程当中 是属于故意共存的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呢 要选择的是 Z B 在B这段呢 我们是属于故意共存的状况 OK